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7号的台股最前线 那今天是国庆廉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整体台北股市走出了一个非常弱势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行情一路开低之后 到了中晚盘开始有出现跌幅向下去做扩大 无论今天最后大概半个小时的行情 能不能够去做明显收敛跌幅的动作 这个都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现阶段市场要报股过国庆 那个信心上面是不够的 所以过去这两天 当行情呈现了一个比较强势反弹的过程里面 我想我们也告诉大家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是谈起来的时候 投资票不用急着先去做一个强反弹的操作 那甚至如果说你前面持股套的比较多的 谈起来的过程当中 其实应该要站在调节的方向 好但文如何 今天已经开始进入到国庆廉假 那因此我想我们就把那个焦点 摆在国庆廉假之后 我们到底要看什么样的一个关键价位 那以及美元指数升值趋势不变的状况之下 对于台北股市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好所以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技术面 当然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以看到 KT指标从低档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翻阳向上 那如果说以今天礼拜五来做计算的话 9天的时间在这一根小的十字红K线 那如果说以这9天的高点跟低点 当然是这一波反南的高点13902 以及这一波的一个低点叫做13273 那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谈过就是说到下个礼拜四的时候 应该会扣到整个波段的一个低点 不过不好意思少算一天 因为礼拜一台北股市没有去做开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 对不起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五的时候会到13273这样的一个低点位置 换言之如果说以这个KT指标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时候的低点会开始快速向上去做移动 如果说你不能够做出长红K棒的一个表态的话 行情就会开始出现震荡回荡的一个走势 我想这个是投资朋友在下个礼拜的一个行情当中 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时间点来看 下个礼拜五之后行情比较容易出现回档 但是在这个回档的一个过程里面 回到哪里算是一个相对强势 回到哪里算是一个相对弱势 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要跟大家谈到的一个关键价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低点是13273到下个礼拜五之前都不会改变 然后高点是13902 或许这个会有出现调整 但整体来讲我们现在先以13902来做一个观察 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回撤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回到高低点的1 2以下 它当然代表的是它的一个整理行情 是属于相对比较弱势的 那反之呢 如果说能够回撤的过程当中 回到1 2的一个价位以上 当然代表它的一个行情是属于强势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这高低点的中间的值是13587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下个礼拜 大家可能在关盘的重点上面要关注的 应该就是13587这个价格 如果说跌破了13587 原则上有回撤你要去抢反弹 不是不可以 但是一旦出现跌破13587的时候 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我觉得就应该要把你手上的部位 尽可能去做调节初心的一个动作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的一个原因 是在于说因为现阶段 整体台北股市的风险 并没有完全去做化解 虽然说在昨天礼拜四的时候 国安基金说会在互盘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但是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还是来自于台币汇率贬值的状况之下 所造成的外资对于台北股市的一个提款 所以以现在这个所谓路透社 他去做的一个访谈跟调查来看 市场是认为说美元的一个大多头 还有持续延续的一个机会 而且会一路涨到2023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跟 美元指数的一个比较图 虽然说不能够讲是一步一趋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升值到短线高点 台北股市来到相对低点 然后开始回档 开始出现反弹 这里做震荡 这里做震荡 然后这里冲高的过程当中 也来到相对高档的位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就是整体的美元指数 它的确会直接影响到台北股市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走势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我是觉得说以现在整体的这个升息的趋势 其实并没有出现任何趋缓的状况之下 过去这个礼拜常常有听到说经济数据表现不佳 然后升息的脚步可能会去做趋缓 但实际上有投票权的联准会官员都没有谈过 是不是要把整个比较鹰派的一个升息动作 降为比较鸽派的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调整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一厢情愿认为说 他一定会减缓所谓的一个升息的动作 而且在下个礼拜 事实上美国股市还有非常多的一个公司 要陆陆续续公布财报 包括台积电也要召开法说会 所以整体的那个行情波动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们会跟大家提醒就是说 基本上国庆之后 当然行情会有一个表态的机会 但关键是在于这个关键的价格 能不能够去做防守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 量能快速萎缩 他反映的是市场报股信心的不足 那关键价13587能不能够守稳 他会决定整理形态 我们刚刚才谈到整理形态就是 到底是震荡整理之后往上攻击 还是震荡整理之后继续往下破底 他会决定在13587这个价格 能不能够去做一个站稳 好那因为美元还是去做一个走升的动作 所以如果说下个礼拜 行情出现跌升反弹的话 基本上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可以先抢一下反弹 但是在整个趋势没有改变的状况之下 拉高的过程里面抢反弹的 应该要去做获利调节或者是你手上套牢的持股 应该要去做一部分持股的一个调整 那后续的一个行情 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比较明确指叠跟指纹的一个讯号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这个是有关于指数 我们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但关键我刚刚其实也谈到了 在下个礼拜 有很多的这个高价股 很多的美国股市 美国的一个股票 他要去公布他的一个财报 那实际上礼拜四的时候 台积电也会去召开他的一个法说会 事实上这一波行情 当然大家对于台积电的看法 其实走势上面变得非常分歧 因为包括最近期市场也在传言就是他7奈米的那个产能利用率 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下滑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想在这一次的一个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当中 当然刘德英董事长或者是魏哲嘉总裁 他要针对这些事情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表述 不过如果说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的一个技术面的确是有再度出现一个比较转弱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波的一个低点是回到了416块半 然后快速的向上去做弹升 最高的时候是来到450块钱以上的一个关卡 不过你可以发现就是说以这个5号 当时所形成的一个多方缺口来看 大概是432到442的一个价格 那今天的一个股价在回挡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也把那个缺口开始去做一个回补 虽然说还没有到完全去回补缺口的一个动作 但整体来讲就代表他这一波的一个反弹走势 表现上面其实是不强的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如果说以过去这三天 外资一共买超了1.7万张的一个台积电来看 他的成本大概是445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说基本上今天外资抢短的成本 也去做跌破 那当然对于外资来讲 他可能长期持有台积电 就是500多块卖掉的 然后400多块减回来 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那个套牢的一个问题 不过整体来讲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 就是说因为毕竟现在他们买超的那个价位 是呈现跌破的 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做止跌的话 那股价这一波可能就会延续前面的一个 对于持股的一个砍仓的一个动作 因为前面的行情 我记得大概从8月8号到这一波转为买超之前 其实外资针对台积电大概调节了20万张 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谈到就是 为什么你要去关注美元指数 还会不会持续升值这件事情来做观察 因为如果说美元指数持续升值的话 代表什么代表台币它的一个走势会持续做贬值 那台币贬值对于外资来讲 因为有这个汇差的一个关系 再加上国内的那个央行升息的速度 其实并没有说有跟上国际的一个角度 所以大家可以预期就是说对于外资来讲 他们会持续针对台积电的一个股价 来去做一点调整 所以这个是下个礼拜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关注的重点 那实际上包括我们刚刚谈到嘛就是如果就KT指标的角度来看 转折点是落在礼拜五 那台积电的法说会 台积电的法说会它的时间是礼拜四的一个下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大家就可以预期就是说下个礼拜五 应该会是短线上面决定整个行情关键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点 所以大家如果在抢板台的过程当中要见好就收 然后后续可能看台积电的法说 然后整体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 再来决定要不要持续去做一个强反弹的一个操作 那当然如果你比较积极来做一个操作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在整个谈起来的过程当中 先针对手上的一个个股来做调整 然后后续当行情有开始做投 或者是开始回档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也可以比较积极的去建立一些 避险空单的一个操作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当然台积电的股价我想它不只是影响到 不只是影响到整个加权股价指数的一个表现 同时它也会影响到半导体相关设备的一个个股 那这个我在第二阶段的节目里面 我再来跟大家做分析 不过在进广告之前有一件事情先跟各位做报告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在针对产业 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 我们会录一集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讲法 那的看法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把有弄了一个新的一个频道叫做台股好事多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想要看一下老师 对于当下最热门的一个产业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或者说那个产业我们要关注什么样的一个重点 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去加入我们台股好事多的一个频道 那当然大家其实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 直接去用搜寻的动作 那我们会大概玩两到三天 比这个台股好事多的频道 在我们自己频道上面也会播放 那大家如果说要抢先看第一手的一个看法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这个网站去做一个收看 那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会跟大家提 除了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台育店的股价之外 那接下来一些半导体的设备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弱势的个股 后续应该怎么做观察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陈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 值得托付 0R 2752 5% 6% 2752 5% 6%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第二阶段节目在谈这个半导体相关的设备个股之前 有一件事情还是要先跟大家做提醒 当然最近在这一周左右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操作步调是稍微比较慢一点 那甚至有的时候就没有去做一个操作的动作 那事实上期货的角度 当然期货有期货的观察的重点 那这两天事实上也没有比较好能够切入的位置点 那我这样跟大家提醒就是说 基本上当然大家在加入会员之后会比较在意那个会期 然后在意这个短时间之内能不能够创造获利 但说真的如果说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带大家去做切入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会宁愿选择用观望的 然后到下个礼拜方向比较明确之后 我觉得那个时候再来顺势操作 它会让你的整体的操作状况 其实相对而言会比较理想 所以投资朋友就稍微想一下 就是有时候行情不好的时候 或者像今天只有1600多亿的时候 何必要去硬做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投资朋友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 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重点 好那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 现阶段台积电的杂音比较多 那当然在礼拜四的时候 我想法说会说的就是针对大家所担心的一个问题 会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 好不过整体来讲 我们还是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一些台积电相关的设备概念股 因为到目前为止 整个股价的一个走势是比较偏弱的 所以我会建议投资朋友就是说 这些个股可能不要说等到台积电的法说会 结果出来之后再去做调整 你可能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必须要去做加速 我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像是3374的金财 好那当然金财在今年的8月底的时候 当时价格大概还有133块半 那经过了一个月又多一点点的时间 股价最低点已经来到89块2 那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说过去这一个波段的整理平台 从7月份到9月份7、8、9、3个月的时间里面 它的一个整理平台出现跌破的状况之下 有时候那个股价的一个砂盘的速度其实会非常快 这个也是我们提醒各位就是说 为什么在持股的调整上面你必须要去做加速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如果说我们以这个所谓锦线的一个位置来做观察 你去想一个问题 这里是101块 那101块 破了之后你去做一个持股上面的调整 或许会觉得说股价都已经跌这么多了 但是当它跌破颈线的时候 其实投资朋友就应该第一时间去做一些调整 那到目前为止股价大概落在94块钱上下 那其实中间一来一回大概也差了6块钱到7块钱左右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股票有时候那个卖点是你稍微犹豫 或者是想再稍微看一下拼反弹的过程里面 它就错失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建议投资朋友就是说礼拜四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 但是现阶段来看的话 因为投信它是比较明确在针对精彩再去做一些调整 那过去这段时间当中也调节了快7000张的一个张数 那成本大概是94块半 跟现在价格其实也差不多 那我只要提醒各位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价位来看 短时间之内要出现大幅度反弹的机会其实不是太大 那除了精彩之外另外包括像是2338的光照 它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光照的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当时我就跟大家提醒就是说 其实很多事情你在回头过来看之后 你会很懊悔说为什么当时没有在那个位置 第一时间去做动作 但是说真的其实这个就是需要长久的养成训练 或者是说像夏老师这种我们会比较去锁定在 就是会有这种所谓待进待出停损价位的时候 基本上你才能够去避开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因为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是671对不对 那671事实上在 在这个所谓9月27号那一天其实就已经有跌破了 最低点的要67块 虽然说当天是开低之后像是做走高 但隔天又是一根长黑K 事实上这个长黑K其实就是你可以去做调整的位置 对不对 那67块跟最低点的52块 这一来一回差了15块钱的一个价差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就干脆直接把股票砍在那个最低点的位置 那一来一回其实它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那实际上即便这一波的一个行情有出现 跌生反弹 你看这里61块钱跟那时候颈线的位置67块钱 它还是存在着大概一成左右的一个差距 那如果说台积电的整体的营运状况 没有过去来的这么样的一个理想的话 我想这个股票在反弹之后 事实上股价其实都还是会有修正的一个条件跟机会 那讲完半导体设备 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是 我们带我们会员朋友去做币显个股 叫做2371的大同 那大同它虽然不是半导体设备 但是整体来讲资产电动车 那你在台币贬值的状况之下 对于资产来讲 本来它的平价就比较容易下跌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时股价有点打出头部之后 这里做震荡整理再跌破 然后这个时候反弹回到原本的一个整理区间 但是它也没有出现转强 其实没有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弱势的格局 而且如果说从季线的扣跌角度来看 大概下个礼拜的下半周之后 就会开始扣到一个相对的高档 也就是说你的季线的一个位置 会开始出现比较明显加速下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整体来讲我是觉得 股价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 所以我们才会提醒各位就是说 现阶段很多个股 它的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那个基本面好像还很好 比如说航运 比如说像是ABF载板 但整体来说 因为他们走的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现在未来的趋势是 相对来讲经济会呈现比较衰退的 像国内的研调机构 国外的研调机构 其实针对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其实都有去做一些下修 所以我才会提醒各位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你说调整结束了没有 或许如果说以这个高点18619跌到现在 事实上跌了快5000点的一个空间 会觉得好像跌的幅度其实已经够多了 但是这一次是一个收资金的一个过程 因为收资金的过程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过去过去如果以台北股市的角度来看 就是从金融海啸以来 就是从这个3955的低点以来 事实上费的就是联准会 他一直不断的在释出资金对不对 那释出资金你当然行情就会一直不断的向上去做电高 那这个时候把资金开始抽走的状况之下 很多股价他不是基本面不好的问题 他可能会因为这个所谓包括美元的贬值外资去针对调整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股价来讲 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今年当然今年我必须讲 就是在整个上半年应该说前三季 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很辛苦了 因为行情从18619跌到13273的过程 中间虽然说有跌升反弹 但谈完之后再破底 谈完之后再破底 到目前为止整个这样子的一个空方趋势 是他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会建议投资朋友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也许你不想要去做避险单的一个操作 但至少我觉得你应该要学会 对于风险的控管以及对于资金的控管 我想这个一直都是我们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去做强调的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认同夏老师的一个想法 或者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 我们也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那个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就是 我们现阶段有做这个有关于产业 当然我们讲的不是跟大家报标股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老师你就告诉我 哪一档股票会涨就好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大家可以学一些新的东西 有关于产业的知识 或许夏老师我们练经济系的 没有办法说全然讲到面面俱到 但是我们会尽可能的把我们的研究 去分享给大家 那今天会在台股好事多 会有一个新的节目去做上架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想要第一时间掌握到 我们对于产业的看法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是在YouTube当中 搜寻台股好事多 去订阅这个频道 那有任何问题或想要加入我们的 也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10月7号的台股最新鲜 谢明泽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盗用谢明泽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ant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至股票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泽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antID为 AtMoney27525868 PerragonID为明哲888Y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场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